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iam 歡迎收看每週的新聞英文 一個禮拜兩篇 當然也十四 也了解新聞英文單字 今天9月29號 我10月14號會暫停更新一次 每一週我會上架5分鐘 我就講解一個句子而已 就是5分鐘快學系列兩篇 還有完整講解版本一篇 今天要介紹的是5分鐘快學系列 費德勒的最終戰 連手強敵Nadal Raphael Nadal withdraws from Lever Cup After Doubles with Roger Federer Due to Personal Reasons 新聞來源CNN 各位,我這個禮拜就這兩篇 歡迎各位的點閱收看 這個句子我們會學到四個單字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對手 Roger Federer跟Nadal 是相互較勁的一個對手 超越超過 超越超過 大家就是為他們兩個 跳太快,sorry 起立鼓掌 怕婆子,起立鼓掌 這個影片就是他們後來兩個都流下男兒淚 各位,這滿感人的 我沒有全部看完了 但是就是看YouTube的影片上片段片段 覺得天啊 真的是偉大的一刻啊 流傳的英文怎麼說 這個閱讀技巧滿精彩的 各位,這篇閱讀相當的精彩 這個句子 我們能夠學到形容詞 名字ING的形容詞 學到who's的形容詞 再加上各位,這是一個很長很長的一個主詞 長主詞 我們要把主詞跟動詞 把這個就是句著核心概念把它找出來 了解 來,快學單字 首先是相互較勁 對手 我先講對手 這個叫RIVAL 各位這個單字好記啊 你就寫River 有點像River Rival River Rival 你就想在河流裡面跟你一起游泳比賽 他的對手叫RIVALRY RIVALRY 這樣子 相互較勁 穿越 超越 超過 這個字叫做 叫做那個 我們有個品牌跟這個字長很像 TRANSEND TRANSEND 各位,我是覺得取品牌的名字真的很厲害 我這樣念 各位,你已經知道它是哪一個品牌了嗎 做記憶卡的 USB的那個TRANSEND TRANSEND 各位,創建 超強 超強 各位,TRANSEND就是超越 它這個英文字本身就是超越 你聽它中文 創建 TRANSEND 哇,高厲害 這是 起立鼓掌 STANDING OVATION OVATION就是鼓掌 它指的是全場的歡呼 STANDING就是全場起立為他們兩個鼓掌 然後這個 這個是 Fedler跟Nadale真的是死罪頭 彼此誰也不讓誰 但是同時間他們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而且這兩個 就是說 該怎麼說 剛好又有一些很巧妙的一個對比 你如果在看網球 我是沒有很常看 通常都是因為我太太也在看 就是網球嘛 一個是Fedler是右拍 Nadale是左拍 Roger Federer看他在打球都很優雅 Nadale就是 他是比較西班牙蠻牛 看他打球就是充滿力量 而且他發球 Nadale發球之前都會這邊摸摸那邊摸摸 然後抓抓自己的屁屁這樣 姿勢比較多 Nadale Fedler在發球你就覺得漂亮 來,流傳這個叫Circulate 各位,這單字蠻重要的 各位,什麼叫Circulate? 就比如說這個影片 哇,在網路上瘋傳 瘋狂,瘋狂轉傳 這個單字 好,來,來,長劇閱讀 很長 Pictures of the two men whose rivalry had transcended tennis crying next to one another during the post-match ceremony in front of standing ovations and live music from Eddie Golding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哇賽,超長劇 各位,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whose whose底下 對不對 whose,各位第一個 你要知道它是連接詞 第二個中文翻譯就是點點點點的 所以我們先來看這一句 各位,就是黃色的這一句 我們先把它刪掉 先把它刪掉 懂意思嗎? 我們先把真正的主詞動詞找出來 各位,這裡of是介系詞 所以真正的主詞絕對就是這個照片 或者是影像主詞提加 好,接下來是不是看到ing 各位,一個動詞加上ing 各位有一個概念 它也不是動詞 所以我們後面也是繼續刪 刪到黃色線的這邊 剛好這邊有個逗點 從這裡開始刪 刪到這邊 刪掉之後這裡就結束 真正的動詞其實在這裡 各位,這是超長劇 所以各位,這整句的核心概念 其實就是兩個男人的影像 Circulate,我看一下單字 有啦,Circulate是流傳 在哪裡流傳? 在社群媒體上流傳 兩個男人的影像 在社群媒體上瘋傳 真的是兩位硬漢 接下來我們開始把補充說明 把它還原 Who中文翻譯叫什麼什麼的 這兩位男人的競爭 rivalry,競爭關係 已經怎麼樣? transcending 超越了網球 哇,這個已經不是網球的問題 是藝術,是精神層面的那種 就是兩個人 來,rivalry是競爭 transcend 這是超越,創建 transcend,創建 好,來後面的長劇 不是長劇,就蠻長的一個句子 看過去就可以了 crying,哭 在彼此 next one another 彼此在隔壁互相哭 在什麼呢? postmatch 就是賽後的 就比完了,跟兩大大滿冠冠軍 對上兩位的 好像美國的,雙打輸了 但是重點並不是打贏打輸 重點就是他們合體 打最後這麼一場 這樣子 這個什麼label cup 好像就是也不計分 所以就是說當然 Roger Federer 他當然也是要打輸了 對Nadale的影響也不大 打Nadale也不容易 Nadale各位知道他身體 其實他最近在受傷 還陪著他的好朋友來出戰 哇,不容易啊 好啦 賽後的ceremony是儀式 在什麼之前? 在起立鼓掌 Standing Ovation 就是大家要起立鼓掌 並且還有什麼? 現場的音樂 現場的音樂 他那個Elly Golding 唱那個... 忘記了 反正就唱一首歌 Elly Golding 就是唱那個... 我也忘記了 Sorry,當我沒講 不好意思 各位Standing Ovation 是起立鼓掌 Live Music 是現場音樂 好,來 各位我們整句複習一下 各位這這一句 首先你要知道 就是說它有個超長句 主詞加動詞 我們是怎麼找出來的? 第一步 whose先刪掉 第二步 因為加上ig先刪掉 我們是透過d點後面 加上動詞 主詞動詞離這麼遠 各位 然後接下來各位 還有要學的就是 那個... whose連接詞的用法 主要是這幾個 來 我唸一次 各位我們要複習一下 各位順便複習一下單字 Pictures of the two men whose rivalry had transcended tennis crying next to one another during the post-match ceremony in front of standing ovations and live music from Eddie Golding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好 以上就是這一個 五分鐘快學系列 同樣加以還有這兩篇 也非常歡迎各位收看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拜拜